视线转向美国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5号 在白宫召开记者会说 财政部对社交媒体脸书公司 计划发行加密货币深表担忧 因为加密货币可能被洗钱者 和恐怖主义活动资助者利用 姆努钦表示 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被用于 支持网络犯罪 逃税 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 这确实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姆努钦说 加密货币交易商和美国 任何一家银行一样 都要接受政府的合规检查 他说美财政部将以最高标准 监管比特币和Libor等加密货币 国际社会也应制定相关法规 对加密货币进行监管 脸书Libor项目负责人戴维·马库斯 将于16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 银行委员会就加密货币相关问题作证 马库斯在预先提交的书面证词中表示 只有在完全解决监管部门关切 并获得适当许可之后 脸书才会推出加密货币 词文字幕志愿者 杨行军